就是從那邊直接敲開 那敲開的時候 因為它是整片的 所以其實就是已經就是 整個就是空掉的 雨氣中滿滿無奈 打歸號幕後工程 林大安的太太 日前把車停在公有地 沒有想到不但車窗整片消失 就連包包也不翼而飛 我第一時間是上車 然後看到車窗破掉 才發現我包包被偷 事發就在二月二十八號 晚上七點多 當時吳小姐臨停愛車 幫小孩買晚餐 沒有想到卻被破窗打到釘上 除了市價八萬元的包包之外 七萬元現金 支票 證件 信用卡 以及項鍊 全都在短短十五分鐘內 被偷走 我的唯一就是支票 因為支票就比較麻煩 因為支票有個流程要走 你要第三個月 其實還要上法院 所以我覺得比較麻煩是支票 雖然第一時間報警處理 但是嫌犯疑似有備而來 導致車上採集不到指紋 讓吳小姐心都涼了 一大半 當天就覺得找不回來了 說那個有個流程要跑 那所以沒有馬上 沒辦法馬上掉 其實一開始我是很相信治安的 因為我覺得那個地方很亮 重回事發地在臺北市一處停車場 因為屬於捷運預定地 因此公家監視器都已經被拆除 增加警方 辦案難度 一時疏忽財損高達二十萬 被害人藉此學到教訓 不管治安如何 才不漏白 才是自保之道 三立新聞高官宣揚新宜 台北新聞報道 需要 wives的 Wind cred 來自受害人信用 市民經事務必領 明關於青露 在案外 Mol陰 稍疑